位于东京市中心的这家餐厅 昔日最红的餐点是法式海鲜 但是现在端上桌的是更特别的泥土料理 虽然难以想象去高级餐厅吃土 但这可不是恶作剧 现在主厨田边俊雄已经设计了六道泥餐菜 从泥土汤佐黑泥松露片 到最后的甜点泥土冰糕和焗烤甜土 到目前为止 他说顾客已经喜欢上他的料理 田边俊雄在东京市中心经营法国餐厅将近二十年 过去八年 他将泥土料理慢慢地介绍给顾客 他认为海洋空气或土壤不是人类创造的 这些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因此土壤本身就是有活力的 他尝试在食物上反映这种感觉 但是刚开始时 寻找干净而且无化学污染的原料 是个艰难的工作 现在田边从一家东京的工艺商取得原料 每天送来约一公斤的泥土 并在事先通过了不含有毒物质的检测 泥土送来后田边先稍微煮过以释放气味 再用筛子过滤除去杀粒 虽然有不少顾客喜欢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 不过这六道菜的泥土大餐可不便宜 每人要价107美元 等待着这类型的鸡片 比一篱 在沉默 общем 你又归还没法 否许特尊 价格 び冋 此填 Heh 起来 谢谢观看